俗话说 家和万事心 大至国家之强盛 社会之祥和 小至个人生活之幸福 事业之兴旺 身体之健康 均有赖和谐的家庭为基础 然而家怎样才能和呢 古往今来多少人为之迷茫 为之烦恼痛苦一生 二十世纪初期 在中国东北 一位目不时钉的贫苦农民 目睹家道不新 人伦上师 世风日下 故发翻转世界 重立人根的大院 一生率先垂范 身体力行 昌伴女子一学七百余所 四处宣讲家道伦常 行道劝世 化人无数 其家庭伦常之道 严谨易该 抓根治本 切合实际 行之有效 更能由家道 进而明武人生大道 法前人所未发 堪称大智大会 他就是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 教育家 王富尼先生 一百年后的今天 来自于中国黑龙江省的刘友生 善人 二十五岁就身患心脏病 肝硬化等五种不治之症 忽然有一天 他有幸拜读了王凤怡老善人的道德语录 和笃行路不禁豁然开朗 痛哭流涕 他终于明白 人的身心健康 与其自身的伦理道德 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个人缺德就会生出种种病来 于是他开始忏悔改过 行效静惕 修身利德 并立下铁制 我的病要是好了 这一生将不为自己活着 我要学习圣贤佛菩萨 为帮助一切众生脱离苦难而努力 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至成感通 他发下这一大愿后 接连吐了七个半宿 后来他的病慢慢好了 病好以后 他就开始实践他发的怨言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 他寻师问道 精进修学 忠孝勇替 正己化人 身心切入圣贤警戒 智慧通达天道人伦 他放下一切明文力养 克服种种障碍 无条件地为社会大众 宣讲王凤怡先生的道德思想 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使无数人解除了身心疾病 无数的家庭重获幸福和乐 本篇是刘友生善人 2009年4月 在广州的演讲时录 我们祈愿 所有能目睹刘善人风采的朋友 都能身心健康 家庭和乐 立身行道 志在圣贤 大家上一波好 我可能有人多认识我的 虽然没见着我这个本质 可能也都认识 因为我是光盘 可能大家都看过了 我今天来到这儿 和我们大家可能是一个缘分吧 也是两位师傅的德性 把我们大家感到一起 那我们就感谢我们这两位师傅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 我讲的是从实践中 说讲道嘛 讲道讲道讲什么道理 讲的是当人指导 不是谈旋 也不是轮廟 是吧 就是讲的做人的道理 是吧 就是一个人应该怎么样能做好一个人 是吧 所以我们要讲道 首先从我们自己来以后 就是我们学会 是吧 学会也好 学道也好 不管你信仰什么 你首先得从你自己过去 所以我在多年的时间中 探讨了王宏仪先生的性理疗病 我在别的方面 我严厉的还不是不行 不能那么明白 不过性理疗病 从我自己身心体现出来 疾病 疾病是怎么来的 疾病是我们 我们有我们自己 可以说自己心性高的 什么心 什么性 就会打什么病 这有一个五行 之间有关系 之间有关系 是吧 五行性理 什么叫五行 是吧 什么叫五行 说金木石和祖 是吧 金木石和祖是道家研究这个 我们周一 也都研究这些东西 是吧 那就是研究到哪儿去了 研究到 是吧 终于要研究它 也是五行 不过呢 我们 我在这方面 我自己的体验 那就是什么呢 是吧 人的心该非理身 心该非理身 它就是五行 它一五行就是 直接有连带的关系 是吧 金木石和祖 它就是这样的 代表着我们人的 是吧 是吧 五脏 是吧 五脏 是一个什么远远 没有它不行 我们应远 就像一盘机器 这盘机器 你缺一个 远远 远远不了 也也是这样 缺一不可 是吧 缺一不可 所以 我们应用心脏 肝脏 肾脏 肾脏 脾 脾 肺 肺 这叫什么 是吧 可以说你这五脏要有病了 那我们就有五毒了 你就存入五毒了 什么是毒 是吧 很愿暖 很简单 这个毒 我们大家都没见到这个病毒怎么进的 病毒进到我们体内的时候 是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就是说 起心动量 不用说我们生了多大多大的气 就是你起个娘 都会做我们病 想一想 我们在一场生活中 从我们懂事的医到我们现在 我们得收了多少研究 然后把病重合了 让医生去给我们了解 医生治病 是吧 是就此复伤 实行革命引导主义 可是医生给我们治病 不能治病 不能治本 所以为什么不能治病 因为病是我们本性上来的 是吧 是本性上来的 所以我们学习完后 医生这些东西 那就是从本性上入手 什么性格就讲什么的 是吧 因为你五言五行性都有 它偏重一面 偏重一面 偏重一面 有的是心 死的重 是吧 那叫是火 有的是木死的重 有的是水死的重 有的是水死的 都偏重一面 偏重哪里面 你记得会有哪一种病 这种病是怎么来的 是因上来的 因面上 有的是又阳 是吧 有因有阳啊 是吧 因面上 必然有个病 都是阳面的 那就叫五行村土 可以说 就是我们学会的 已经明白这个道理 是吧 那就是你 你把这个杀盗 阴王游 可以说都泄除了 学生的也明白这个道理 那你用的都是 人意 你这些 所以你没用的是 反面 反面就会长病 都用阴了 阴指 什么 起心动念都会起来 怎么说起心动念都会起来 阴要一动念的时候 那股阴气 平静的气 阴气叫什么 难气 黑气 这就是病毒 起来就是我们的 是吧 有那么意思的话 病打口中入 还是打口中出 打口入进去 还是打口出的 我们有很多人听我讲道的时候 听我讲病的时候 是吧 我在讲的时候 他往他的身上归 是吧 讲到哪儿 他归到哪儿 他归到一定程度的 他在搬肠道骨子了 该往我排泄 是上吐啊 还是下排啊 是吧 那就 什么样的都有 因为你病进到 你体内不是 都是那一种方式进去 我们走的时候 也不是一种方式 所以王弘异先生 讲这么道理 说 病是为天 性格好 病和跑 三分药 七分养 善智不如善养 为什么说善智不如善养呢 说你朝天每日乐呵呵 病能力 有因生活了 说你朝天每日乐呵呵 那你常常念好活 说你朝天每日乐呵呵 说你没念佛 胜是你念佛 那你也在念佛 乐就是念佛的 念谁 念你乐佛 是吧 你乐佛整天是乐吗 说你整天要乐 你就是你乐佛 说佛在哪儿呢 佛在心里 在我经历的时候说佛在哪儿呢 佛在家呢 说什么时候 你这老人就是你的佛佛 我们现在都把佛佛忘了 很多人都把佛佛忘了 为什么是忘了呢 忘了老人 过谁去的呢 过自己的妻子去 有很多人 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 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 他就把佛祖偏了 那就是把佛佛当假的 把佛当假的 你病就不中 用识不一样 就是把黑院脑禄环吹心 黑院脑禄环一吹心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就要有病 是吧 有人说 我是心脏病 心脏病哪来的 心脏病是恨起来的 恨起来的 要伤心啊 是吧 因为我就留过这病嘛 是吧 我也留过心脏病啊 那我为什么要对心脏病很奇大 人不懂的时候 是吧 为所欲为 愿意而行啊 拿着气脏患者 我等他背着河了 我等他背着河了 我等他背着河 我等他来就问脑禄 什么叫脑禄 嫉妒人 再一个跟老爷生气 最赏悔的 老爷等晚年了 要入口日女 最赏气 这是一步一步的 并且一步一步做成的 不是一切地接近的 是吧 那有那么一句话吗 说得病如腔导 欺病如抽丝 我们讲王凤怡先生 心理疗病这个方式 是得病如抽丝 去病如强掌 并不是一天得的 是一点一点的积累的 但好事怎么好的呢 是当你两天连发现的时候 有那么一句话 说你天大罪 一会就消 说不怕你错 就怕我们知错不改错 当你知错错了 马上要厌食成心 那可以翻肠道 怎么了呀 是吧 把一肚病可以倒出去 是吧 我们这些人 有没有道理我不知道 把我是倒出去 是吧 我是把一肚病倒出去 所以我才要这边 把这种方法 干什么呢 给它存留时间 要有病的人 他不明白这个病怎么来的 不明白怎么能好 让他知道 我这病怎么得的 用什么方法能好他 所以我才今天才能来到这边 跟大家在一起 共同地谈一谈 人的身心健康 是怎么得来的 怎么得来的 最近的我当年 我也病十二年 是吧 也病也是十二年 是吧 我从事再次病嘛 是吧 把病病病到现在 那是一点一点点的 开始没那么严重 是吧 越来越严重 因为人有病了以后 心情不好 特别烦躁 越烦躁 越病成家病 所以我病了十二年 我从十三岁 开始者病 离奇病到二十五岁 这些年中间 那真是火星战暴 霹雳散战 说打就绕了 谁也不怕呀 没有我计划的人 说左溜也这样 喝出来的 喝罐会说的 所以我在二十五岁 我接触了一个什么 接触了王峰怡先生的 一本独行录啊 和一本道德语录 那时候吧 可以说要看这些书 还不行呢 说是什么呢 那叫放毒 可以我偷的看 看来看去 我又接触了一个老师 是吧 我这个老师指点我一下 说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是吧 生气上火 我那这怎么能好呢 他说你这一心 你忏悔 就能好 那我就 我说那这怎么能掺好了 是吧 因为我看 我以前也看了很多的道家的书 是吧 怎么修 怎么练的 我也看了很多 我一看王峰怡先生这个作为很好 独行录嘛 他一生做得很好 拿他来对着我自己 我差得很远 差你太远了 那我就得对着 一目一目对着 我们要像好兵 你就得一目一目对着 你就得 可以说你就 就像入境那个症状了 我去思维我自己 当我见着我的老师 他指点我也是我在 往回走的路上 因为我老师一句没说 自这么问我一句话 你知道你的病咋来的吗 我心里说 我拿我上哪值的 不过往下来不讲的 可是我往回走的路上 我就思考了 老师看我性格不好 不能说我 怕我接受不了 那时我就想 我一定能接受了 可惜你没说过 没说过我也知道 王峰怡先生12年的窗牢 一夜之间好了 那我就想了 王峰怡先生能好 我也能好 那我得怎么好 我就得回忆我 因为我12年的病了 我从头往回回忆啊 回忆回忆 就找到五脏六腑 就像三洞了 因为我病很重啊 我是肝硬患啊 未解核心脏病 还是肾炎 还是高血压 可以说就是要死了 那是强大精神啊 听说老师来了 强大精神去找老师 可是在路上呢 突然间五脏六腑旋转 就把这抓就吐往外吐 当我吐的时候 我就 我就只想到了 这一回我可逃活命了 这回指正我能好 可是我就 像现在我们都幸福 那时候要说磕个头 很难呀 我一说四万没瘾 我就跪到眼外了 我说老天老天啊 那就跟天说话 没办法了 那就喊天天不赢 喊地地不语的时候啊 那我一定喊天啊 因为人头顶天嘛 头上有清天嘛 那还得说天啊 我说老天老天啊 你要不要留到世上啊 是吧 我把这种方法 我不洗一切代价 我要把它存留世间 让这些病人都能解除病苦 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 那可口忘不吐啊 哎呀 我那个股 那个肝硬化呀 肚子都那么些坑下 是吧 我在吐的时候 回到家里 我母亲问我了 怎么样 我是这回能好 那怎么能好 我说我问我一吐 我母亲说 吐能好吗 吐不是病吗 我说不是 吐病 我就连着吐七个白熊 七个白熊 吐的都是啥呀 可以说除了墨子就是水 但就是血水的 这样一来 我就坚强了我的信心 可是我的老师离我远 离我一二百来里地 二百来里就我那时代 生活条件不好 是吧 因为我家生活条件也不好 坐火车一块钱都没有 我的总三十里地 往那上火车 我爬货车 到他家去 我就经常到他家去 一年我得去 最少得去食堂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上他家去 反正上他家去就叫得劲 我爹老师考验我五年 最后一人跟我讲 你要干什么 你老上我这来做什么 我说这种好病的方法太好了 我想把它学了你 学完了我也给病人讲呢 我爹老师又问我一句话 问有铁质吗 我说有啊 那就像圣尼讲那句话 说你要想要修行 你得有铁质啊 律常啊 没有坚强的意志不行 就说我们好病你 你没有个绝志都不能 你都好不了 所以我从二十五岁 我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我今天是七十 这四十五年 我没有吃药 我没有打过针 也不能说 不 有病 也不能说你不感冒 当你来病的时候 你得知道你这病怎么来的 自己的病你得自己治 你能好得快 你要不生气不上火 那病不会来的 是气跟火就是病的总根 也就是两个无常鬼 就是要我们人命 可是我们现在人命还都用它 那圣尼讲那叫三一讲了吗 说有气你不生是长生药 无火不发是不老蛋 你跟神有怨有仇 你要不抱你是真正的修行 那就是说君子之心嘛 量大嘛 说宰相之财嘛 不定能心跟传嘛 那就有利乐的心修嘛 能用能化嘛 你就得这样 你要想修身 修心 修性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就是很好的 各复各复我们自己 可是我在这种情况下 我好了以后 那我们得怎么 好了你还得保护好 你保护不好还不行 说怎样能保护好 时时刻刻你得保护住自己 我记得有一位学 跟三一学 学到一个研究 问赛人呢 说赛人你看我 我应该怎么办 赛人跟他说一句话 说不愿赢 这是方安清吧 说不愿赢 不愿赢就是成佛的大道本 那我们每天每天检查自己 看看我们还愿赢不愿赢 那我们就得很好的检查 检查自己 说我在讲到这么多年 我就 他们拎走问我 那我们怎么能保护住啊 那我给他做个什么招呢 我说每天每天 你要效法古人 效法古人增子 增子有三省的工夫 我说你不用三省 你两省就行 早上起来 你要问由你自己 能不能当好这个人 假如今天 现在在现实 说我是个 像现在我这老了 你是个老人 能不能当好这个老人 当晚上了 你再检查 当没当好啊 这就说明什么一点什么的 叫防无勤打扫 是这尾声 你不打扫都不行啊 不但时间长的就要脏 那我们天天打扫成你 它就不会脏 是吧 我们现在研究 我们都是啊 等到脏了 脏大劲了 想去打扫起来 就是要费力量的 是吧 要费力量啊 恐怕旺族清扫的时候 要费很大的 都有很大的难处啊 那我们要打扫尾声 那就很好地检展自己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一一点一滴地去进行 默默地去进行 那时候我又 都在还在生产队时代呢 六几年七几年 那个时代 怎么办 圣语讲一个字 中 孝 那我们首先从笑道入手 因为以前我不笑啊 所以我头上才有病 我才能达到高血压 我达到头疼 因为我性格不好 我时常跟父亲 我父亲性格也不好 时常跟我父亲 就是顶了 顶嘴 不满意父亲 所以我头上有病 我不能耽误 那时候我没有那个勇气 不能当我父亲眼看 我给我父亲磕头 也说 可是我难听了 给我父亲磕头 我父亲连要走的时候 要走了 我现在强调了 过去笑子都是守目 我说现在我也不能守目啊 我怎么能守目啊 天时不一样啊 时代不一样啊 怎么办 那时候我就开始吃素 是圣灵的诱物就不吃了 我为了什么 为了尽孝 就是说我们一个人 你做一个事业 看你为的是谁 为老人是天明 为子女是阴明 所以我从哪吃素 我从来不馋 因为我过去 我可能吃药了 我一顿可以吃一斤药 从那以后 我料料就不吃 我就开始吃素了 可能今天是吃三十年了 就说到在哪呢 到在我们自己本身 那我们第一点去行去 去做去 是吧 我在圣灵队里头 默默示作 别人不干的都活 我就干 别人脚的累 我就不想累 我也不争 圣灵队因为我很好领导 我想以后 我心里 我自己心想 我不是好领导 我在行王鹏仪先生这武道 王鹏仪就是嘛 不争嘛 山鹏不假的吗 做活做活嘛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打工 都在做活 我们把活要做活了 活就是带到三尼水嘛 是吧 你做活了 畅通无读 有人把活做死了 圣灵讲的那句话 君子流露后来走 开始你看你受了很大的苦 受了很大的累 所以你不受 你不受罪 你也不能出贵 那你不受苦 你也不能想苦 事事都是开头难的 所以我一步一步去做 是吧 那是最脏的活 那我二十多寸 最脏的活 就是套厕所 那生产队找不到那样 我说我干 那我就去干 最早还怕我干不下来 我说我干的事情 我要有始有终 那我就干了 最后我始终干得完 生产队一直因为我好领导 说你受了这么多苦 后来你就能想苦 那生产队真想苦了 给你个钻纸活 那生产队无拘无束 你自己想咋干就咋干 让我做多活 那活很好 一般也做不上呢 生产队就让我做了 为什么 那就是你不怕 你不争 善产队讲那句话 不争啊 不争就没有罪啊 是吧 不贪啊 给多少算多少 不贪就没有过 说不小 不小就没有念 所以叫争贪小吗 罪孽不小吗 说你不争不贪 俯禄为别 可是我二十五岁 我明白这个道理 我就把钱财看看 我说钱是身外之物 有钱可以造无别的罪灭 我也不想挣多少钱 给我多少钱算多少钱 是吧 生产队讲那句话 说你要钱来找你 你必要何死往生去找钱 还累他 可是我在不争这种情况下 你就来了 你真来找我来了 说让我去上工业 一个月给我多少钱呢 我说那给多少钱呢 一个月 说96 哎呀 我说太多了 公司上说 他说乡长说了 给你96 我说我不要这些 那你要多少钱 我说我要48 哎 他说你少要一半 我说不是少要一半 工业一般都挣37% 我说给我这么多 我不要这些 我就要48块钱就行了 真的吗 那后来工人公社的助理说 哎呀 没有听说这么的这样 你拿给多少钱还不要呢 我说我就不要 后来呢 你给我找个钻子 我一个月不是挣那些钱了 工业又给我拿 我跟他做豆腐 那样我一个月挣 不是96了 一月挣100多了 他要我几家人 是吧 就是说你不争 你说样是得 争是罪 是吧 是吧 到在哪呢 到在日常生活中 从细小问题去研究 是吧 我以前我跟我几个妹妹呢 我们家十四个人呢 我是 可以说黑虾打的正义 都得听我的 是吧 等我明白这个道理呢 我就退下来了 是吧 是吧 这个古代人不讲了 我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得退了 可不能管了 是吧 管人是罪人呐 是吧 管人是个假人呐 是吧 管一分恨一分嘛 我说我不能管了 我得退 可是呢 我不管了 我的妹 我老妹妹管我叫啥呀 你说我这性格啥样嘛 管我叫猴子 那说说脸就说脸 可是呢 我退下来以后 他们都很惊讶 不管了 这样一来 剃道能进 进了剃道还进了孝道 父母省心了 人说道高一齿 魔高一丈 道高一丈 魔上头上 你立多大的智 发多大的怨 就有多大的磨难 说磨难来了 磨难重重嘛 说 最大一个磨难 我的亲 我们就哥俩嘛 说就哥俩 我哥哥突然间就干硬化 其实 冷血五个孩子 五个孩子 三个小子 两个姑娘 大鸭头 十六岁 是残疾 马蹄症 难出来了 我当时我就想到 我手足的情绪不到我没进行 可是我刚要进的时候 他走了 那谷也有那句话 那谷也有那句话 而孝是亲不在 术与静是封不止 就说我要进去不剃道的时候 我哥哥就走了 扔下五个孩子 我就难难的理智 我一定要管这五个孩子 我不看待孩子面上 我要看待我死去哥哥面上 我一定要管 那我真就管 可是在管的我 还有一家人 我们家的人就说了 你要想管你这帮孩子 咱们家你就管不了 我说我都能管 他说那你太累了 他说咱家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你专门管他家的事情 他家的活性的事情 你全部你给管 咱们家的活负担 当时我也有一个想法 想什么法呢 可能上我家去里也见着了 我们家那个人 可以说是特别大量 特别大量 就现在我们家人 天天也不断 他已经六十四岁了 还在辛勤的劳动 整天给这些人做饭 做饭最多的次是一天做过七次 来一会儿做一顿 来一会儿做一顿 现在年纪大了 年纪大了六十多岁 是吧 他对我服务 说你要想行到 就是你一个单也是都不行 你必须有一个好的那株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能圆满我这个愿望 他不但不借脚 他能圆满我这个心理 这样一切我全管 当时我母亲在世 我母亲很犯愁 很发愁 我说妈妈你不用愁 这些孩子我只能能管 我母亲说你管不了 这是我开始 行到这一步一步的路程了 我说妈妈我只能管你 放心吧 就这样 我嫂子在我家 待了二年 我嫂子讲话 因为孩子太小 小胆太五岁 大了十六是个残疾 一头是生活条件没法过 她说她说我得走了 我说这样说 你要不说走 我只能管你 那你要走我不能留 她说不行了 要不把你炒了完了 两家人就散了 可是我嫂子想的很对 对吧 想的很对 可是她走了以后 走了不到一年吧 回了俩孩子 回了俩孩子 一进院就跟我说 大小的二压的回来 就说二叔我们不走了 我说这为什么 那就不好啊 不计大家好 当时我一句没有回答 我心里感觉的难过 我说进屋吧 奶奶想你们了 说进屋 后来我回家跟我们家里一研究 我说你看怎么办 那孩子回来了 不走了 开始她说不走 咱不能留 我说你要不留啊 那实在不留 那没有办法 我得留 我留了你 那你看看 我只认我得留 后来她想了一想 她又说那留就留这俩 再多了那俩 再回来咱不能留了 说咱们就盯 我们家就两孩子 咱们盯生三个孩子 三个小子 说三个媳妇 大家的努力的劳动 我说好 你能答应就行 就这么久 我们家人 就去把孩子户口为妻 回来 可是过的时间不长 又回来了 四个回来 你看又回来了 今夜也到 我们俩也不懂 哎呀我说这俩可坏了 这俩不能留了 不过我不能说不留 我还不能说你 我还不能说留 因为这话我不能说 我说不出口 我要说出去 我感觉对不起我 我父母 对不起我的哥哥 后来我又问我们家人 我说你看 你还有什么招 他说啥 这俩孩子也跟我说不着 他想了半天 他又有招 他说我还有招 我说你还有什么招 我说你还有什么招 他说我上海中去 离我家三百多里去 他说我去 我找嫂子去 我说你找她有什么办法 我想她搬回来呗 因为一听这招好了 是吧 她要搬回来不更好了 我母亲还不想着孩子 能团聚 还减轻了我很多的负担 我是这样想的 后来真正是 我说那你怎么搬 他说我去 他去了当着干净 把我嫂子向着捅了 正月十七啊 去两个马车 那时候没有机动车 去两台马车 五天 把它搬回去 回来以后我母亲又有想法 我母亲说呀 这个人能干活是呀 是能干活 不能这样的事 孩子说不上媳妇 我说妈妈你想错了 有我在人家 孩子不能说不上媳妇 我儿子要说媳妇 我说我不是为我自己想的 我是为我侄儿 是吧 为我侄儿也是为了我父母的心愿 老天会助我的 我是有这么个想法 可是正好 八二年开放 开放呢 因为我是粉银啊 我们就干一个开放 我就领着我这些侄儿子和我儿子 我们就开了八年开放 然后呢 我给我大儿子订婚 接着就给我大儿子订婚 我大儿子订婚 十二天 我就给我大儿子订婚 我母亲 高兴 我母亲乐的 我说妈妈你看着了吗 她说我看着了 我说妈妈你别死就行 你待丑的 我老儿子订婚 给我二子订婚 我母亲说这种句话 我不管了 我看着了 我放心了 真是 真是 我们这俩孩子结完婚一个月 我母亲一点病没有 就走了 这真高个性情头 我说妈妈 这人挺好的 我妈妈说的 我可好了 就这一句话落下去 我母亲说我要走了 不行了 我得走了 再也不说话了 就走了 可能我还得指行我临络员 所以我母亲走了 我还要指行我临络员 什么呢 我老儿子订婚 我又给我二子订婚 给我二子订婚 给我二子订婚了 秋天给我 我老儿子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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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零两天 我又给我二子订婚 我二子订婚 我二子订婚 我又长得给我老儿子订婚 不过呢 我的领堂干 钱从哪里出啊 是吧 勤俭这家 可是呢 在我们家庭的这种情况下 我这些子儿和子儿媳妇 你看到那个 你看不出来 她们不是我的子儿和我子儿媳妇 我跟我二子儿在一起过了六年 我那子儿媳妇可以说啊 有的姑娘她都达不到那个程度 就现在也是 我这三个子儿媳妇可以说 跟我都像父子之关系 那我的子儿更不用说了 我说什么她们都听 她们有什么事都要问我 我要说我年老了 你们不要问我了 我不再管了 她说那不行啊 我们不问我 你就好像不放心 是吧 那就说 家庭这步道 很主要很主要 是吧 家到家到 到过后天 到过我们家 有很多人处理家庭处理不好 病在哪儿做的都在家庭里做去 封一先生说的 人死都死到哪儿了 死到亲人和近人身上了 亲人和近人要管你 要说你 你就不高兴 你就不满意 所以呢 那你就会生气 上火 就会做病 一滴一点 一层一层的压下去 把病重上 所以 山人说的 病是外天的 性格好 病魔好 三分药 七分痒 是吧 那我们酒病 这病都怎么进来 都用什么心理状态进来 都用什么心理状态进来 用什么心理状态 黑怨脑怒烦 黑怨脑怒烦这个东西 这就是五个毒药丸 五个毒药丸它代表什么 它代表着 杀到阴王秋 有人说呢 我把杀到阴王秋剑 是吧 有很多出家时候也在 找我探讨 说我出家了 我怎么还有病呢 我说你出家了 你以为你没成佛 你是繁衍 你有心 你有繁衍没退 你要真是圣心拿出来 圣贤那个心拿出来 你就没病了 是吧 你把圣贤的心拿出来 你就是活了 他说那我都戒出了 我说你没戒 你一样你也没戒 你自是一个表面不吃了 不杀了 可是你怒气没有消 怒不杀呀 怒杀怒杀 一怒之下你会得干病 这叫怒气相干 头迷眼花 耳明牙疼 嘴尖眼歪 中风不雨 两倍八沉 四肢盲目 肝胆有病 半身不随 得干癌的血重 就是一股怒气 把病重痕 这股毒气存到哪里了 存到周身的肌里头 在人身中身的肌里头 那为什么有人得了脑血酸 脑血酸呢 得了半身不随呢 半身不随呢 半身不随 脑脑脑脑脑脑的 毒气在肌里头呢 有人得上这个病了 也有好的 好的 反正都是一些少量 往外排这个毒的时候 排出的味是什么 酸的 什么 啥到阴王有 恨怨脑怒烦吗 恨怨脑怒烦就是啥呢 就是苦辣酸甜咸 往外到处的味就是那种味 本来这是得干病 那得心病呢 心病是怎么来的 是火上来的 恨起的 恨人伤心的 心忙 心慌 心慌 心夜 心跳 咳嗦 吐血 癫狂 食语 精神 精便 精神病 心肌炎 心肌炎 二心脉霞 三心脉霞 心肌耿 各种心病 完全是由恨起来的 是吧 是吧 这股恨起存到哪里了 存到心血管里了 在血管里 是吧 在血管里 是吧 五行 五行 那就是 银也是五行形成的 是吧 银是天地的分子 因为银代表天地来的嘛 它代表天地来的 那就是天地的话语嘛 那就是 天有好胜利的能 地有养育之难嘛 所以说银银都有天性 银银都有活性 银银都能成活 你要不能成活 没有活性 不能转银呢 转银了 我们就得把银好好做好 银道尽了 天道尽法 那不回答银 像我刚才讲这个 那就是咱们当银之道 那你不回答 回答银的超三级 不会当银的罪难逃 你不回答银那 那你觉得有病啊 有病就是罪嘛 什么叫地狱 什么叫地狱 有病正是在地狱 那活地狱 活生生地地狱 我们都说等死了下地狱 这个吧 反正谁也没看到 都是那么说 当现在 我们 当时就能看到 是吧 当时看到什么 有病的人 进了医院了 嘎哪嘎呢 大夫说嘎没嘎呢 你都得嘎 你怕死的 是吧 那是地狱十八岁地狱说的吗 又嘎嘎不嘎嘴呢 那我们现在就是 就有很多人都在嘎的 那不是地狱吗 这叫啥 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没门 你永远里去钻 说我们天堂有个 四头八大的大道 随随便便你走 可是呢 那监狱大门锁的呢 大铁门 那你一窝里去钻 那谁也没办 那你当然要办法嘛 你应该遵纪守法嘛 说那有病呢 那生气就会得病 那你非要生气 那你说谁有什么办法 说气是无明大火嘛 是银银都得躲 银银都得躲 不是说你吸不吸银得躲 你银银都得躲呀 你放那托热盘子 你套索 所以这个病中的身上来 说一不恨气 就得这么多的病 说那天 我们师父在我们家呢 正好 那个有一个老头 七十多七十三岁 那个老头 他上我们家去了 那个什么 姓尹 他叫尹奉书 他就是心坏子 他是九七年 我给他讲的 他是心坏子 他说我心坏挺大一块的 医学给我检查心 嗯 左边左心时都说乱挺大一块的 我希望不能好 我们那时候在北安的时候 就刚才唱歌 他办那个道场的时候 我们在那时候呢 他去了 他讲了他说 我在那儿待五天 我一瞅这儿那个好病 哭的哭 笑的笑 吐的吐 拉的拉 这儿那个好病 他说 别人 他的妻子 你去劝他不让他走 他又在那儿待了两天 后来他那个哥的问 他找明白了 他的真正好病 这样下决心了 下决心了 下决心就能好 什么 然后他那个心坏死正好了 七十三岁了 还押车逛车跑呢 跑广州的 押大货车还跑广州的 我说你还能跑吗 能跑 还能跑 是吧 那些精神病有很多 什么精神病 就是说 忧郁症 精神病 癫症 都属于精神病的一种 再一点就是什么 再一点就是 脾胃上的病 脾胃有病是怎么来的 怨 怨气连偏 是吧 怨因伤脾嘛 是吧 那个脾胃有土嘛 土有元气嘛 在佛家来讲的叫啥 网 说你不网 说谁不网 都有网 说网是怎么意思 怨 是吧 怨因伤脾 有怨气就是网 说我把网接了 你要没怨气 你承证承承 把网接了 怨因伤脾 彭门 战宝 野隔 转世 上土 下妻 未兵 未虚 未癌 未溃痒 未癌 是吧 我讲过一个胃癌 那还是在什么时候呢 在 八八年嘛 没有办法了 治不好了 回家了 卧床不洗了 他们去找我去 我就 那我那时候讲到 全是什么呢 冲着走的就是骑车了 骑自行车 我骑自行车 走的时候 我还想到这一点 我说王红一仙讲道的时候 全是走的 我这不错 还骑车的呢 是吧 这是你近代的 能骑自行车的 看现在讲道呢 哎呀 坐火车 坐轮船 还坐飞机 一步一步的紧张 是吧 现在讲道也是 讲道也也想哭了 所以我再开始讲道 我不管黑天白天 我不管风天雨天雪天 什么天有人找我我就走 我就去 我就去 那金呢 是吧 金在这个这个 五届之后呢 它是大 是吧 是吧 金线运者病什么病呢 背病 残喘咳嗔 脑印伤肺 气喘咳嗔 吐血 背病 背虚 背炎 儿女不孝双亲 最伤配的 老淫忧愁儿女最伤气 可是有很多人呢 在老淫跟前 亏的那股孝道 他的本身还没有病 他的孩子多病是什么 肺癌 脑磨痒 脑瘫 这是由先天来的 由先天导致后天 是吧 是吧 有很多人抱着小孩 最近 我来上两天 上三天 还去 是在 是哪儿 暴行 河北 河北山东 河北省 河北省 去送我们家 去一个小女孩子 抱着孩子去 孩子 生下来就是胆管 胆管不通 抱起来 我一走 这孩子 他七个月 七个月 渡了七个月的愿 那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这个病 你是哪儿来的吗 他说 不知道 我治症长时间 肝脂也不好啊 是那个 有一个医生姓旅啊 是 山东那边 咋不得上我的区 他父亲就问 那我们这个孩子 他母亲 哎 这个女孩特别好 咋的体格特别好啊 她没毛病 她还在这样 我说 这就与你有关系 他说 为什么呢 与我有关系 我说 这叫生理 是吧 有生理 有性理 有心理 有素理吗 我说 你这是生理病 孩子 这孩子在你怀孕的时候 就把病中了 他说 为什么 我说 因为你们家的伦长道尖道 因为他是胆 胆属于肉腹属羊 他说 那我孩子为什么会有病呢 我说 因为你的体内有阴质 你把轮堂道尖道尖道 是吧 可能你的 你就是 妈妈 你把道个儿 你当妈妈呢 妈妈是小的 他说 那为什么你这么说呢 我说 你妈妈就伺候你啊 你都二十多岁了 三十二十八了 你不伺候你妈妈 你只要你妈妈伺候你 这叫轮堂尖道 总给你来个假的 这个就是假票 哎呀 这小女孩都哭上来了 好多哭啊 完了她爸爸说话 你看看 三爷跟你说了 是吧 你妈妈伺候不好你 你还鸡头白脸 是吧 你从来不伺候你妈妈 不给你妈妈端碗水 不不给你妈妈做一口饭 敬你妈妈伺候你 正像三爷讲 那个叫轮堂尖道 总给你来个假票 因为这样孩子 我见到四个了 这不会好的 是吧 我见到那三个都是没胆 是吧 没胆 因为那才啥呢 道心 道心偏了吧 颠倒了吧 是吧 我为什么要给他这么讲 因为王混仪先生 在言行录点上讲一个 讲一个 给一个三岁小孩抱歉了 他奶奶抱歉了吗 说是什么呢 看看我这个孙子 善爷用大车大雾的 说你这孩子 要不要我看呢 还能对付我 对付我活一段 要不我一看呢 十天过不去了 他说为什么 他说为什么 说你们家人常见的 婆婆是媳妇 媳妇是婆婆 真的 后来三天就死了 我就根据这个道理 是吧 因为他这个孩子 就是这样 胆 胆属六虎 六虎属羊 正是跟老弟 已经颠倒了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全国各地都在学 博学传统 传统文化 是吧 讲第一个字就是孝 是吧 第一个字就是孝 我观察了现在 每一个人的疾病 孝道上都有亏 上一讲这么个道理 现在你只顾西和子 不顾老人 我在讲道上说的 我说自顾小祖宗不顾老祖宗 把老祖宗趴到一边 是吧 只顾烧 不顾根 只顾刮蛋 不顾刮根 你说能不把那个 那刮蛋 瞅来瞅去 得瞅化了 现在就是这样 我也见到很多 一个老爷能养四五个儿子 四五个儿子 就不能抚养这个老爷 这不是烂根吗 人人都想望子成龙 都盼自己的孩子好 可是你不孝亲 只能能孝你 然后病重了 老爷跟他抄袭 老爷跟他抄袭 付出一切的代价 要治儿女的病 世上世上 儿女的身份是父母的心 世上没有故事的老爷 所以 我们把病重生了 今天听我给大家讲病 大家很好地 往自己身上好好的隔物隔物 好好地捂一捂 圣经怎么来的 圣经是烦上来的 那就是水 金木水火筒的水 水 圣经 那些叫烦 烦 烦饮上肾 腰疼 腿疼 肚子疼 肚子疼 精神发泥 胖肿 肾虚 肾炎 肤膜炎 肤膜炎 肤膀炎 肤膀炎 肚子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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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到银地骨髓里,在骨髓里。 外排的时候,味是咸的。 通常的东西有苦的,有辣的,有酸的,有咸的,有甜的。 这叫味,还换出无啥。 我讲这个全部是人体内的五行,也就是五脏。 五脏里头还有六脯。 心肝肺肺肺肾是五脏啊,里头还有六脯呢? 六脯是什么? 有胃,有胆,有大肠,有小肠,有膀胱,还有三脚银的,这个属羊。 空的属羊,食肾的属羊。 因为得定的方式不一样,得定重的部位不一样。 因为处犯家庭五行的,人也不一样。 你跟老的生气一般都种在空地上。 跟小的平辈的生气,平辈小的,生气一般都种在石上的东西。 实际上是要心肝,背皮。 这都是一个诱杆。 它是石上的。 六脯是空的。 五脏六腑就是内里的东西。 还有外部的 外部型 外部型是什么呢 是头 脚 胳膊腿 腰 这属于外部型 那引起分三大部位 上 中 下 头部的兵 扮上来的 扮上去很多 有愿天的愿地 磕风的 骂雨的 愿老的 愿领导 愿老师 这都在头上 可是这都在偏住里面 有的病 我也见证有什么病呢 有的上正头顶心 这个就与父母 有关系 与你父母 还是你本身 做出种种失德的地方 他上的正位 脚上的 脚上的病是给满辈来的 现在有很多老年人 到老了 腿脚不好了 说腿脚不好了 是吧 应该啥呢 跟儿女操心 跟儿女使心 然后呢 都在害野员女 所以进阅 恋爱员女 问题无权 恋铁不成肛 所以腿要有病 腿开始军 变得重心 那么 нужен 男做女幼,左边的病是跟男的生起来的,右边的病是跟女的生起来的。 那复合病,腰上的病是夫妻之间来的。 过去男女,孔子讲的那句话,三缸, 夫为子缸,夫为七缸,君为成缸。 过去男女,男女为天,是天,女女为地。 现在男女就是坤,女女就是坤, 千坤之别,那就是天地之别。 说那过去男女要生七年,女要跟男女生七年,病在头上。 现在不在头上,因为男女平等了,天时变了。 现在天时变了,男女平等。 平等又要上耳学,就得上腰呗。 在腰呗上,在腹呗上,在肾上。 有很多的肾病,腹呗病。 在2006年,我上葡萄山。 说刘伯山,约我上葡萄山。 跟一些老外,跟一些老外讲。 我就跟他们讲, 我到北京上飞机,跟王元吴老师, 我们俩一起走的。 到上海呢,一个人接我们俩,一个男人接我们俩。 他接我们俩,我说,咱们上海没有艳势人了, 怎么还来一接咱俩呢? 他写个牌。 我说,那和刘伯生弄去呗。 刘伯山,一问真是,刘伯生为什么要你接我呢? 他说,我有病啊。 我说,有病,你找刘伯生给你开药啊。 他说,不行,刘伯生说了,这个病, 我都治三年了,没事好了。 他说,你们俩能给我治。 我说,你啥病啊? 他说,我去腰脱啊。 疼三年了,咱们治也不好。 我说,就这点病就治不好。 他说,就这点病就治不好了。 我说,那你们也跟大夫俩说说, 你们就这点病就治不好。 他说,大夫也没办法,人家废道力量了。 我说,那你自己治吧。 他说,我自己治。 我怎么治,我要会治我找大夫, 我说,我找你们了。 我说,你这病,我告诉你。 他说,那是咋。 我说,你跟你邻居得的。 他说,邻居,他说我没邻居。 我说,那是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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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在疼的时候找个疼吧。 他说,天天早晨四点到五点。 他说,那疼的躺不住啊。 就得起来走啊。 我说,那是咋。 我说,因为那一点你睡醒了。 你就想你妻子这么不对,那么不对。 你进行事情就不对。 我说,你要把那天过来,我就好了。 我说,那我俩都离婚了。 我说,离婚了。 我说,那他要没有。 他从没说,他没有。 我说,你呢? 他说,我也没有。 我说,那你可以破旧从圆。 那不妖就好了。 他说,我俩都离婚了。 他说,我俩都离婚了。 我说,他在那个寝室。 我在这个寝室。 我说,你看你们俩的东西, 而绷得太紧了。 我说,要把你腰给你绷折了。 你要使劲。 我说,你要是破旧从圆, 你损得好。 这这么点二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上开庭了。 第三天,我们俩在普德山回来, 又是他接着。 一来一来,他就笑。 我说,王小五, 你看看那里好了。 他说,你怎么看着我? 我说,你说他, 头次接咱俩, 那时候脸愁了的, 就不乐了。 说,乐一乐, 上天有你多。 愁一愁,下地一游游。 必须得乐。 你一天愁没苦脸的, 你家庭里头, 愁没苦脸的, 你完了。 这一点, 善与讲得很多呀。 说,讲得很多呀。 因为我也碰到这过很多这样子。 等他到我们前, 我去问他。 他说,这三宿都没疼了。 三宿都没疼。 我说,那得了, 你们俩又喝了。 他就笑了。 他说,我俩是一口气呀。 到这个街面上, 就跟他憋心。 我说,我疲吧, 但你腰也疲疼, 他不喝也有病。 是吧? 病是哪儿来的? 不自己找的吗? 那不自己往十个个身上找病吗? 是吧? 我们要弄那么多病。 说,那我这病, 你说得, 我直到咋得, 你怎么弄好呢? 忏悔。 忏悔有无穷的预想。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说, 我们都在忏悔呀。 忏悔你没到位呀。 你找不着病根的。 你烂忏不行, 瞎忏不行啊。 是吧? 找准病根, 印准病源, 哪里丢哪里找? 丢了找不着, 找都丢不了。 在讲病的时候, 我们讲病这个人, 就是啥呢? 就是给你指个路子。 是吧? 给你指个方向。 是吧? 是吧? 讲病这个人, 像一个钥匙。 有病的人是把锁头, 背在队上号, 你丢上号都好不了。 是吧? 你那病在那种子, 在五行验哪里, 你生气坐在那里, 在你身上长着呢? 跟人家, 我们讲病这个人明白, 你那个钥匙跟谁做的。 跟你一说, 他谎言大悟, 对了号都能好, 对不上, 好不了。 是吧? 你对不上好, 好不了。 因为我讲病, 我碰到很多怪兵, 是吧? 有一个女的问我。 是吧? 这人都是比较说一种很高级的人。 他问我。 他说, 我有, 我想跟你单独谈。 我说, 我不跟你单独谈。 是吧? 哎, 我说, 我这人就隔路。 不跟女的单独谈话。 我说, 我现在叔叔大了, 我叔叔小的时候, 我四十来岁, 我跟一外婆讲病的时候, 女人跟我说话, 我都不太着。 你有话你讲, 你有事你说, 完了, 我给你解释。 我为啥那样呢? 圣语讲那句话, 男女瘦瘦不轻, 男女必须要有别。 现在男女没别呢? 这就叫五行, 运转不灵了。 运转不灵了。 所以说人的疾病也就多了。 一面之差会得上很多的病。 很多的病。 一个女的, 是个领导。 她突然间疾病了, 她就问我。 她说, 圣语, 我换啥就跟她见面? 她说, 突然间我怎么来病呢? 我说, 你什么病啊? 她说, 我这病啊, 血吗病? 多长时间了? 三、四个月了。 她就不走啊。 那我就问她了。 我说, 你这病啊, 得的时间短, 好也好快。 她说, 那咋来的啊? 我说, 咋来, 我告诉你。 你是跟你丈夫啊? 她说, 我跟我丈夫没有。 我说, 那就是第二一类了。 她说, 第二类是哪儿啊? 我说, 你看着那不正经的人啊, 你就来气。 她说, 这个可有。 她说, 我有一个要好的朋友, 跟我特别好。 可是突然间她变直了。 她背叛了自己的丈夫。 那男人背叛了她的女人。 她俩都是我的朋友, 可是她俩胡来。 她说, 我就跟她俩生气, 要把她俩好的骂。 我说, 那你那病就从那一天起。 她说, 是啊, 回家我就搅着, 我这小土就痛了。 我就来病了。 一到现在就好。 我说, 你错了。 你管错了。 隔夜吃饭, 隔夜饱吗? 自己在哪儿, 自己聊。 你不管太多了吗? 啊, 她说, 那我这管错了。 我说, 对,管错了。 是吧? 就这么一天, 这人跟我做没过半个小时吧。 哎呀, 她说, 我肚子也不疼了。 我脚子好像好嘞。 只要当时的就好了。 这个人也是搞什么? 搞传统文化。 是吧? 搞传统文化的。 她是孔庙的一个领导。 就说, 一个人, 你病重上, 长不重上去。 重上, 你得找着病根, 你找不着病根, 你好不了啊。 现在我们很多学佛的人, 都是这样。 是吧? 我天天拆毁, 我病咋不好呢? 你那就像华丽, 我乱滑了呗。 也不是在哪个地方, 我就瞎滑了。 那你不能好。 因为你没找着病因, 就像我们上火车也好, 上飞机也好, 你必须有害我, 你得对害我, 你不对害我, 那你做一个年头呢? 是吧? 病也是这样。 大是病啊。 你要找鹒烫。 真是马上他就会见笑。 是吧? 因为我觉得, 我给大家讲些, 为什么要讲这些例子? 讲这些例子, 就是讲我们每个人。 你有那种病, 你就往那上躲不起。 有一个女的你得了有啥病呢? 肿胀流,全肚子里都是流,手塑不了了,没办法呢。 这是哪年呢?这就是八二年的事。 医院不给他手塑,请让他回家死去。 你不是说颜哥不该死有救吗? 我上他那个屯去窗门去,赶上来。 他们就说要死了,料子抬出来了,庄老医院也做好了,行他就死了。 后来我去了,他们的亲手就说,你可以讲讲呗,试试呗,那能好吗? 他说试试呗,我说那可不是试试。 他要珍惜我,我能给他讲,不珍惜我哪有在讲呢? 佛门广大,难度不信之人。 可是我这人呢,他们就离我去了。 我当时一听,我一看,电灯不能点,阳光不能见,不能见光了。 一见光啊,哪有哪叫我呢?不见光还叫我呢?见光说那更厉害。 他说疼得更了不得。 哎哟,我说这真是要死的。 可是那我就想了,这个阳光能不能救死。 那我得问他两句啊。 我说你这病你怎么样?你干脚怎么样? 他说不能好了。 说话都没有气力,说我不能好了。 我说你不能好了。 他说我不能好。 我说你想不想好? 哎呀,他说谁不想活呀? 四十一岁呀,谁不想活呀? 我说你要想活,我能救。 你要不想活,那你必死无疑。 看你这个情况,你都超过七天。 他说那我想活的咋办? 我说你得救我的。 他说那你说吧。 我就问他了。 我说你这么叫我,你哪咋得疼? 他说我从正心口往左推。 有一巴那么宽,一气到后心, 就像那活了的时,就疼到这程度。 要我能这么叫吗? 我说那我知道了。 我又问他。 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南安那么疼吗? 他说我不知道。 我说你跟丈夫有亏钱。 你知道吗? 他后来一想,他说我知道。 他就哭了。 他就哭了。 哎呀,我一看哭了,有本人。 说他痛哭啊。 这样哭的,又哭声又大,又哭声又大, 来劲的。 然后找他南安。 跟他南安说,我对不起。 老头说那都过去的事了,别说了。 我说让他说着。 我说他也要死了,把话说了。 人家说了。 说完了,窟窿有两要死啊。 我说行了。 你不说你,他说他七天七宿没睡觉了,满嘴大炮啊。 他说疼的。 我说这回看你睡觉,你要睡觉我就保住你命。 我就走了。 我走了。 我十点走的,他睡到这天早上七点。 你一定要睡到七点。 我说了。 人就一方的人啊。 我们正吃饭了。 我跟爷子家住的,正吃饭了。 他煮个棒子就来了。 我们看着他呢。 他一飙扫就说,哎呀,死不了来了。 这人活了,能走了。 人家进屋的我们吃的饭吗? 他就看了,吃两张饭。 他说我一睡一宿啊。 我说我能保住你命。 不过你这个病。 这怎么呢?把他画了。 他说那怎么画? 我说对自己画。 好好地认识自己的错误。 悔过自心吗? 仇心作业吗? 立志改悔吗? 就证明这个人这会儿好了。 好了活多三年呢? 又活了二十一年。 然后又得肺癌。 得肺癌后来他又去找我。 我说你知道你为什么得肺癌吗? 他说我不知道啊。 我说因为你把钱看得太重了。 你把命逃出去了,又换钱。 你这是舍命不舍钱啊。 他说那我姑娘困难啊。 他哥哥有啊。 我就想让我儿子多给他点一杯。 我说给少你就不满意。 你成天垫下你姑娘。 正长一点你就死到那钱上了。 然后最后又得肺癌死了。 这叫忧思啊。 忧思吧。 忧思儿女。 得肺癌。 病这个东西嘛。 不是死不定的沾你身也不下去。 看你能不能发心。 能不能发心。 从哪儿得的。 在五轮之中。 五轮有亏。 那就是五轮之道。 五轮之道是什么? 五轮之道就是父子、夫妻、兄弟、朋友。 是吧。 谁行谁不行运用在五行。 五行能推转你不行你也能行。 五行要推不转你能行也不行。 这就是家庭五行。 我们到每一个团体每一个单位都有五行。 都有家。 出家师父也有五行。 也在五行之中。 这就是什么? 这叫树。 都在树里。 我们能不能违背这个树? 能不能逃出这个树? 那就看你的作为了。 看你的能力了。 那就是跳出三界。 不在五行之中。 怎么样能跳出这三界? 怎么样它不在五行之中? 那在我们运转。 三界是什么? 三界我们都明白啊。 在佛教里叫佛法僧。 在道教里呢, 叫精气神。 是吧? 十一年,这三相是一个道理。 是一个道理。 那佛是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佛。 什么?佛性。 人一人都有佛性。 佛性是哪儿来的?佛性是天给我们的。 天性,天性嘛。 那就是佛性。 人一人都有。 为什么我们这个佛性、天性没有露出来? 是我们后天的习性和秉性的乌眼。 是吧? 乌眼了什么? 乌眼了活性。 把我们的天性给盖住。 那我们怎么样能跳出这三界? 那就是微微不动。 微微不动的性。 微微不动的性很难啊。 你能真打到微微不动,你就是一尊佛。 佛是不动的。 要说人都当想要都死了成佛。 我说可能太遥远了。 我们给他来一个活的成佛。 活活活活活。 是吧? 当世上一尊佛活。 那等死了成佛, 都是那么说,谁也没看到。 谁也没见到。 盘古至今有多少顿佛? 成了多少顿佛? 我们只能地成了几顿佛。 是吧? 有严真佛。 释迦摩尼佛。 还有弥瑟佛。 还有谁? 甚至都是菩萨。 是吧?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给他当活活。 活活怎么当? 以事无证。 暂时活活。 不争不贪。 是吧? 不争不贪。 不抱歧无后悔。 不怨淫。 不着急无善火。 不生气。 这不是活活啊? 是吧? 变成死了活活。 死了出来成活, 人还看不着。 我们来一个什么? 来一个活活家庭。 让他成一个活活的家庭。 活活的家庭什么样? 没说。 没有说到。 好也没说, 胆也没说。 朝天美总是那么乐乐呵呵。 跟谁都这样。 不管是说夫妻之间。 夫妻之间是一个天临地嘛。 一小天地嘛。 天地之间。 天要, 阴了就得下雨。 地不宁不长庄业。 是吧? 天晴, 鼓鼓生长。 地宁, 万龙有发生。 那就是, 天不晴,地不宁, 你留个后遗袋, 不是糊涂虫。 天要晴了,地要宁了, 那不就生个神童吗? 我们现在都想, 还怕你生出那个神童。 可是你没种下那个阴, 怎么能结合那个果呢? 我们要想, 建立一个什么家庭, 首先从根本教育入手。 那就像现在我们办国学老师。 正是从根本去教。 根本教育在那里, 入手的时候, 我们还得从两方面入手教育。 一点, 我们要教育孩子。 最主要的孩子要教育他就是父母。 父母是什么? 父母是干什么? 父母是给儿女赔德。 德能养性吗? 你能养心吗? 义能养身吗? 有德还得有才。 我们陪我们国学老师正是一才。 必须双管齐下, 才能达到德、财、减肥。 你光有德不行啊, 没有财还不行。 光有财没有德还不行。 那就是说, 像修行人。 你光修那个性, 说性是好。 光修那个性, 你不修你的命。 你这点灵光我哪用啊? 用不上啊? 说你修你的命, 又不修你的性, 你还是修行第一病。 那这怎么修? 必须性命双修。 既修性又修命。 性我们都知道, 什么叫性? 人人都有性。 个性,外性。 天性,鼻性。 这个性。 那我们要修要说好了, 那就是我一位股东, 我一位股东的性。 命是什么? 我们的名就是我们的命。 你使的什么名, 就是什么名。 那假设说你是个姑娘, 就是姑娘的名文 姑娘那个名就是你的天明 你能不能本着姑娘那个名文去做 你要不本着姑娘那个名文去做 你就叫伪天明 因为姑娘是什么 姑娘是人类的支援 社会的源头 也就是人类的发源地 那是发源地也不好 那是坎出这河流的发源地不好 坎出那水 清地就是清地 着地就是着地 道德的也是着地 可以说流毒社会 姑娘多么主要 所以博学老师现在开始提蒙教育 正式教育我们后一代 给我们后一代培养好的人根 那可以说立国立民 那就是功德无量 因为我这国学 各个国学我走了不少 楼底呀 湖南楼底有几 有十六处吧 都是教国学 八八年十一月份十月份 我见到他们十个老师里面 我跟他们聊聊探讨 他们也探讨我 虽然我对这方面 因为我是个能民 大家都知道 我是个能民 我对传统文化 我还不太了解 他跟我探讨一下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说你要想给我们后一代培养人才 消除两点 消除哪两点 名利 把名利刨开 可以说放远 未来 在生活上 够你费用就行 我们要培养后一代 造就银台 不能在名利上面动 因为以前 湖南楼底 有几个老师上我们去 他们开始收集费用太大 后来上午呢 最回去的一个孩子 一个月减去五百块钱 这次呢 湖南楼底的老师 又经过我们一次培训 加深了堂 对我们后一代的历史 在一个山东 平原县 有一个小巨人经典学校 那校长姓王 他请我到他那去一趟 他也到我那去一趟 那么这样呢 我就没跟他们联系 也没接触 他们做的也还好 他们夫妻把自己的事项 把自己的工作全放弃 就为了培养后一代 在一个长锤市 长锤市有一个 长锤市有一个啊 伟大的一个慈善家 吉林省 十大慈善家之一 吉林省特批学校 叫玉坤幼儿园 从幼儿收起 他今天是四年了 考四年 他请我到我堂那儿 去给那些老师讲过一堂课 然后呢 我看那学校还好 我把我那个老孙女送起来 这次的黑洞江又去他们四五个 我们家乡的那儿又去四五个 然后他那个对孩子是崩壁性的 不接触一些不良的 嗜好啊 一些同气啊 一点不要接触 放假的时间也短 放假的时间 寒假之方二十天 暑假也不能多了 我一问这个校长 我跟他特别熟 我问他呢 我说你收这么多孩子 你打算收多少 他说我打算收一千 因为我说那你收一千一啊 不够用啊 他说不够用 我有资料 我说你有什么资料 他说我有一个大市场 全是摊床 我把它租出去 满可以满足这些孩子需要 我说那你能租出多少钱 他说我可以租出一千万 一个孩子一年 我有一万块钱够培养 我这一千万可以培养一千个孩子 他说我以前我 我拿着钱培养这些大学生 现在成才很多 当处长的 当局长的 当然有很多 他说不过年那是我培养那些大学生 现在从第一处我再培养那些 二十年以后 看看我这些孩子都能什么样 他最喜欢收的是啥呢 能吃的孩子 为啥呢 他说能吃的孩子好管理 父母 我们怎么管理父母没有意见 是吧 他说城里的孩子 父母一动就来意见 就来找我们 是吧 这就说呢 这叫爱子如沙子 子女必须要很好的教育 教育的两方面配合 父母得配合 老师不用说了 那些老师我也听他们讲过 课也讲过学 我也去给开过家长会 老师跟我们就这么讲 孩子教过我们 我们必须要复权 我们不在乎扶着人到底 不过你孩子不听说 我们要惩罚他 我们要花财战 实在不听说了 我们要 打我们怕打坏了 是吧 我们要掐他 那老师就跟我们这么说的 我要掐他 我掐不坏了呀 是吧 他还疼 他就得听说 是吧 因为有很多孩子就不听了 在家里习惯了 是吧 因为我那小时候呢 我六岁就把他送去 是吧 现在学的一年 他才上一年级 学习特别好 是吧 每次都是满贯 语文 数学 英语 都满贯 就是说 国学教育这方面 我们大家千万要忠实 是吧 那你 你把孩子送到那里头 你别怕老师言 言师出高土 言父出孝子 父母不言威 不显而你孝心 是吧 老师不言 不能成财 公婆不言威 不显而喜孝心 现在公婆言威 可能不敢了吧 而媳妇就老婆不太言了 所以这些老人都痛苦不堪言 说难难难你若没呀 为什么 都被管制 所以说我们现在 病苦 我们要想清除这病苦 必须好好的默默的 回忆回忆自己 并不是现在做的 从什么时间开始做病 从我们懂事 往回立 一夜一夜就往回翻 好好的翻一翻 在家孝父母 出嫁孝孝婆 孝孝孝婆婆 理解丈夫 何大姑 何小姑 何周理 路宗族 何江林 各方面 你都得何起来 何 何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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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贵子 孝顺 佳能昌 说欺负贤 想要子孝很难 悉贤不过少 子孝 父心宽 在家孝父母 你何必远烧香 不用难烧香 北外活 活在哪呢 活在家里 家里谁啊 老人是活 吃水不忘打几人 生在世上 别忘父母养育人 母怀才十月整 如五三年 这个人 我们如何暴打 往往有很多人 看到父母年老了 无能力了 说话唠叨了 嘴碎了 说我帮他讲 那个小女孩子抱那孩儿啊 就想他妈妈嘴碎 说我妈妈嘴碎 叨叨叨叨叨叨的 善于家那句话 说妈妈嘴碎 无小财 关心你 他要说你 他要管你 可是而你不理解这些 因为老爷嘴碎 多事 还有一句话说 他说啥 没事吃饱了 喝得了 溜的溜的 呆着得了 这句话 不应该这么讲 什么叫呆着情 成立人不理解这句话 我们能成立人最理解这句话 家里要来起了 家里养条狗 狗汪汪一咬 这主人该说 不许咬呆了 让他呆了 现在呀 有很多人 你就说老爷 没事吃饱了 你呆得了 想一想 我们这老爷心里是什么情况 什么心理状态 是吧 是怕颠倒立怕斑了 拿人心笔自心 颠的颠的是一块尘了 是吧 你笑亲子笑你 行火果报 你逆亲子就逆 报应昭彰 圣灵讲了 他讲一句什么呢 讲一句 种痘得痘 种瓜得花 种下菩提树 避开极香花 说你村庭没种下 你兄弟说什么 这些能备种 村庭就不傻种子 你兄弟你能收到 能够实吗 说讲种因 种因结果 什么叫种因 什么叫种结果 生气是因 病就是果 说你终于啥因 你结个啥果 能力现在终于都选两种 所以王辉仪先生讲了 改种还粮 从地人根 要改种还粮 怎么样能改种 怎么样能还粮 那我们就想把古人 鬼神要孟母 孟母 孟子的母亲 言正在 这都是圣贤的母亲 有圣贤的母亲 才有圣贤的子孙 说那你没有 圣贤的母亲 想要生出圣贤的子孙 那想望子成龙 谈何有因 不是那么容易 说那我们怎么能改变呢 有人领着孩子问我 长垂市有一个女人 领孩子 领俩孩子去问我去 那你看我这孩子怎么办呢 这俩孩子是一对双 十八岁了 都在高儿 念念书 你说他就不念 我说讲不见了 上网吧 我说现在网吧 是上网吧 有多数孩子上网吧 有的还不去 他说是啊 我这俩孩子就能去 你看他有什么招 我说招是有 你使不上 他说有什么招 我说我交给你 你也使不上 他说我洗上两 我说你使不上 你没有那么大的心窝 他说我能洗上你教我吧 我说我不教你 我给你讲个故事 我就给他讲个故事 我讲个什么故事呢 我给讲个 就赛爷表妹的故事 赛爷的表妹 先找个对象嘛 可是找这个对象呢 他这个现代的女孩子也好 过去女孩子也好 都是有这种思想 说找这个对象啊 家里还得有钱 现在都用啊 还得有油 还得有车 还得有钱 我当时就享受 他也是这个思想 赛爷的表妹 找了就对象结婚了 挺有钱的 家乘一千多上币 有钱 这我当着干的 我真是 这不是太平了 可是当地一看呢 对象有病 是什么肺牢 为啥肺牢呢 结婚一开始 已经没有了 后来结婚了 他跟这对象有点呢 他就有点看不上 瞧起的 可是这男人一游死 把悲病弄回 他一看到有病 他更嫌弃的 这一嫌弃的 这男人病生假病 男人死了 带着狠妻就走了 带着狠妻一走 他一看你死了 你死了我走呗 过去那结婚 你想要说男人死了 再找都不好找啊 家没点势力 你都走不了啊 这叫八刀 打八刀 现在叫一婚 现在的名气叫一婚 来不上来了一婚吗 那时候叫八刀 我还看到那时候 有一个八刀乳印 这个八刀乳印 我们还见着你 对了 我在北岸搬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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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这个八刀乳印把山医林原型录拿过 他别人拿回去了 他在那拿住 拿回去了 拿回去了 他一看到八刀乳印 他就笑 那都老了 都八十来岁了 他笑了 他笑的也没招呢 那一问你笑啥 他说那八刀乳印是我 现在不叫八刀 叫离婚 可是呢 那他就有点家里有点势力啊 他就走了又找一个 找一个姓田嘛 姓田 到那个生了两孩子嘛 生了一个小子 王凤一先生 还玄奖堂积婚的时候 他就呢 让这个马冬 让马冬的病查给钱好呢 两千块大养分 让马冬给还 马冬的要想要多 不爱还 后来呢 说经过一番周折 他真给还了拿了 山医经过这钱 山医就哭了 王凤一先生为什么哭 凤一先生说 走到他这个表妹子嘛 哭到他表妹子还哭呢 他问他为什么哭 他说我为什么哭 我讲到这么多年 得都让你别人做 我的亲属谁也不肯做 他说 就像你家 他说我家咋的 他说你结婚以后 你给那个衣服 你不太满足 你把你的丈夫气死了 你丈夫带着恨气走的 反过来你又找到这儿 你到这儿生点孩子 你那丈夫来了 来干什么呢 脱生你的女儿 你这个姑娘就是你先皇的丈夫 因为你他代表恨你走的 来干什么呢 要你命的 山医又说了 你前方这三个孩子 第一个 大小子 脾气暴躁 骂和吵吵 他前世是个女儿 是在这家有功的 他就转这家来 来要账 他们两口子一听说 那怎么办 哪儿哥有救的方法吗 说有啊 是什么方法 你把你家财舍一半吧 他说家也不称啥呀 以后也不称几千个小孩 这是宣讲堂 有两千块钱几乎 你给还上了 你要那还上 你这家为止一变 他变到啥程度 他说你这小姑娘 到八岁得死 没要盡你的命她得走 可你这大小子得吐了三碗黑血 脱掉鸣皮 说你干吗 两口一喝就说干 就这么 真是呢 大小子真呢 小姑娘拔碎死了 大小子 可是呢 没吐三碗 自吐一碗 后来有人会晒眼 说他为什么没吐完呢 说他德性不够 我跟他这么讲完了 他一生也不这生 他就起来 两孩子走了 就是你想要改变你的命运 你必须有大的善功德 才能改变你这个命运 就像原了白是 我们每个人都在树里 想要改变我的命运 我们必须要努力去做 因为我啊 活了这么多 我今天七十岁了 可以说我不是七十岁的宋平 我二十五岁就过床不起 那时综合症还能好 可是我发的愿力大 我的愿大 我的愿力一大 磨难就来了 我刚才讲了 我哥哥去世以后 我刚把孩子的事情都难得完 我的大儿子又出车祸 可能呢 照顾我家的人都看见到 我大儿子到现在 寄嘎的这块骨头没有 在长存出去车祸 就是说除了祸 不管你出什么祸 你不要愿意 你要愿 毒气往里走 你要不愿 毒气往外走 跟我们的孩子一起 车祸好几个 都没有了 可能我们这孩子 我个家可以 给我打起电话 我们俩就合起了 合起什么呢 我说咱俩去 这孩子不一定能活 千万不要愿这个怨呆 这是命中注定啊 说是而不死 是财不散 不是你的儿女 你想留也留不下 是你的儿女 她走也走不了 不过你车要不跑 咱们不能一见 车要跑了更好 减轻很多的负担 我们俩哥家一开始 就本着这个念去 到那儿呢 你看颜色不同 九天在抢救室里 是吧 一点颜色不同 第十天 清醒下来 胡说八道 然后到十一天的时候 她就 她说我妈再没来 我说你妈来 你不知道 你回去了 可是我们这孩子在医院 住多少天呢 住了十九天就出院了 为什么十九天就出院了 为什么十九天就出院了 可是人家有跟前 她一床三四个 都是两三个月 四个月 有一个四个月 也是那种车祸 都在床上堂 可是我们这孩子十九天出院 当时出院 我就不高兴 我跟大夫俩就 有点说假了 我就这样 十九天就两次出院 她说你这孩子特殊 这患者跟一般的不一样 她好得太快了 一天一样 那时候我就想了 不怨人 相信说那句话 不怨人 有无穷的力量 可是我儿子出院了 我这家人开药 你给开药 开啥药呢 开一个难免片 就给开二十片难免片 她说要她休息 你说在这儿做十九天 我也没给她打啥药 这孩子好得太快了 我没法下药 是啊 十九天出院了 花了多少钱 花了三千四百块钱 可是呢 她在对床上 花了三十二万还在哪儿趟 那个是谁 百货大楼车给放 后来我们孩子回家吃的啥呢 吃 什么也不吃 就吃桃 一天吃五斤桃 吃了两月呀 腰也沾好了 头脑也清醒了 真桃出来 后来 我在给你讲病的时候 一个精神病上我家 那是七八 那是九 九六年 九六年了 一个精神病上我家 那她那这好了 能干活 啥都能干呢 让精神病 个脑袋又给啃五斧子 五斧子把左边头的牙 又啃她 救命啃就啃什么 要砍坑就完了 后来完了我就 到北安嘛 到北安 到一个西匹的教授说 还得手术 哎呦我一心 这手术完了 这边哪都没骨头摊了 这边哪再拿出骨头 这边憋着了吗 我决了 我决了那么啥 跟她住一宿吗 住一宿 我就 我早天起来 我又问我孩子 我说怎么样 她说一宿也没疼 也没养人 睡一宿啊 我说不手术不行了 我们的孩子也不能手术 她说天啊 你要说不手术 咱就回家 这什么原因 为什么她会这样 是吧 我再跟大家说 我儿子 儿子跟儿媳妇 一点怨言没有 一点怨言没有 一点怨言说 爹你要不讲 就我能来喊吗 你连一个这词都没说 哥哥说啥呢 该饶了 怨我哥哥 我怎么 那我咋不加那小亭 她这么说 可是回家三天 下地就跟这种地去 就不怨言 这股力量太大了 是吧 因为我经历 不怨言这三个词啊 这力量大到这层 我一个亲侄啊 就跟我在一起的亲侄啊 他也是 是吧 4月27号 上县里拉换肥 换肥坐倒了 把他腿给他砸 把银带砸折 拨着盖砸裂缝 那老板要得住院呢 他说我不住院 说你不住院 你这条腿不要了 他说没事 你给我送回去就行了 那可不行 老板说那可不行 那以后你这条腿要坏了 来找我呢 他说我不能找你 我只说我不愿 不能找你 这也不赖你 你也不乐意要花费多少 你就给我送回去就行 老板说那可不行 那咱俩得写好手机 你不写好手机 你换了回去找我咋两个人 他说写就写吧 就写上一个手机 好坏你也不换 那打车走回来 下面的车啊 我们是两人都掺出来讲 除了车我就问他 我说你怎么的呢 他说我腿砸了 我砸啥样的 他说你耐砸蛇了 过了个儿咋裂缝 裂缝 裂有块头弄缝了缝 我说你值得为啥砸你吗 他说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只有啥砸你 我那值得救我 救我看啊 坐了一天一宿啊 第二天就下地 就能复杀就能走 谁敢那样谁敢走啊 一耐不掌声 说举蛇了就举蛇了啊 他又下去走啊 谁也没看着他下去走啊 等我看的时候 我说哎呀 我说你咋下地呢 他说没事儿 然后我看看坐坐那一堂 第三天 他就能走路了 等到第四天就上地了 看地去了 家中二百多亩地 看地去 哥俩在一起中地 到现在我俩这还在一起中地 是吧 我们现在家里有四个嘛 两个这三个子 而家我这个大儿子 中地全在一起收 等到第五天 开车上地 上去中地去 也没吃羊也没打羊 这就说明一点什么 不怨也就 这个力量太大了 一有怨气 毒气往里走 那个伤口就要高烧 可是这没有怨气呢 那毒气往外走 那伤口就发凉了 我会冒两个气 就是说善与讲这个道理 道无穷的力量 人死到死到啥声 就死到两个字 什么 气火 气和火呀 是两个无常鬼 是吧 他就是所有命 我们人都死到气火上 人的寿命不是说四五十岁啊 六七十岁啊 就死 人的寿命都得达到百岁 那为什么都有三四十岁就死呢 是吧 因为啊 气火攻心 五脏六腑禁毒 所以就把兵杀了 所以我在养病二十 今天是仅仅三十年了 啊 二十八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了 吧 所以讲好的病人无数 所以我开始养病的时候 那病讲的好得快 现在我有一个观点 我有一个看法 有什么看法呢 多得你这个人变好了 你变成好历史 过去讲的好得快 好了这人完了才不消耗 还胡来 还吃喝嫖毒 为所以为花前有地 为法了你 不能遵纪受法 是吧 不能孝敬老人 是吧 拜师不能忠诚可靠 是吧 在讲孝道这儿 讲宗这儿啊 啊 孝 什么是孝道 所以孝身的 这是我们的义务 每个人的义务 因为我们都是父母上的 我们对老爷敬应该 孝敬老爷的身嘛 吃 住 穿 衣食住嘛 啊 那我们应该进去义务啊 每一个人都应该进去义务 你孝亲子曾孝你 是吧 还有一点 孝心 这个孝心就很难了 孙老爷之心 不让老爷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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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老爷省心 这一点很难 所以我们姊妹之间 兄弟姊妹之间不合 夫妻日间闹一件 吵架 老爷跟我们操心 这我们能算孝心吗 夫妻日间不合 夫妻日间闹一件 夫妻日间闹离婚 四个老爷操心 既亏孝道又亏词 所以让我们的老爷不省心 我们的子女不能给领教好 我们父母是什么 是第一老师 给我们的子女能留下个什么印象 不用我们教子女如何如何 我们父母在举止言谈之中 给儿女灵魂之中打散一个深刻的老爷 那我们这个父母怎么做 什么叫慈道 什么叫孝道 能把子女给领教好 领教好 领教领教 现在不是管教 管教是什么 管教是范姻 是吧 是警察管这个范姻叫管教 现在是领教 你能不能不能把儿女给领教好 那就是以德感化 圣经不讲的吗 儿女不用管吗 全方德行感吗 全方德来去感化 是吧 是吧 那说进校有很多方面 古代的圣人 从校到 进以特别圆满 大顺呢 是吧 大校呢 感动的姚王吗 他把天仙样给他 把那个花和女鹰洗给他 因为他父亲和他母亲 最嫉妒他 总要把他治愈死地 可是大顺娘 不管父母对我啥样 我活一天 我要孝心一天 用这种孝心 感动了 感动了父母的心吗 主要古代的文王 文王以孝之 自白观吗 以孝之天下吗 所以大牛朝他八百多年 孝 孝能养肺啊 孝能养肺能养肺啊 回校商会的 亏提养肺能养肺啊 说我们讲道 讲什么道 讲当言之道 不是台旋 也不是那种庙 说讲的是当言之道 我还建议大家一点 不要你 说不要你 世上是个万迷阵 没有一样不明远阵 就是说 你在什么上 你在什么上 你就死到什么上 你在前上 你死到前上 你到社上 你死到社上 你到名利上 你死到名利上 所以我们就不用你 所以我也怀疑了 我在讲道 不管讲道 多长时间 我把名利看看 走到哪儿 我不为这个利 而所困扰 怎么办 我到哪儿 说那没有钱 你能走吗 反正我一张票就走 你给我一张票就行 是吧 我也不需要这个钱啊 物啊 不需要这些东西 自私要一张 火车票也行 机票也行 现在坐机票 坐飞机 是很了不起的 过去山人讲道 都好几千里地 都是不行啊 我们现在讲到的 到处坐飞机走 人家坐飞机 比火车快多了 那不有论实在 有讲那句话吗 就是什么 就是坐汽车呀 真快活呀 坐火车 比汽车还快得多 坐飞机更快活 一步一步的近代 那我们人类就要一步一步的近代发展 就需要我们这些人情人 还要好地去跟我们剃造好的应该 是吧 剃造应该吗 怎么样能把这应该剃造好呢 姑娘是源头 媳妇呢 是国民之母 国民之母 那我们这人都是 你们都是女人圣经吗 那不是国民之母圣经吗 我们这国民之母能不能当好啊 那就得有圣母 有孟母 有孔子的母亲 有岳飞的母亲 有这些个圣贤的母亲 我们才有圣贤的子孙 才能有主尊 陈良江 可是呢 夫妇是什么 言论之识 造化之根呢 夫妇那段最主要 夫妻是怎么办 夫妻要接好茶 接好茶 就是接玛子 就是出了一下 现在接玛子 接着特别的不像过去 是吧 父母说了算 现在不是了 自己说了算 那你接好了 你就不能再离婚了 再离婚你呢 就是 不离人伦之道 你得各进其道啊 再其未或其正啊 是吧 你什么车跑什么道呢 现在你看 国家把那个 那个 把那个 那个 那个 牛词都给写出来了 就在那沟路上 就好像写 各行其道 对 各行其道 啥车跑啥道 自行车 你要上高速跑不创死你 是吧 你是媳妇 你上了太子 那位上去呆了去 你不糟了 现在都啥呢 王王个到心 颠倒到哪呢 颠倒到男女之中 你夺难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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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科夫 不夺丈夫 夺本身 不夺本身 要夺子孙 就是女子太强权了呗 我在 杭州啊 中天不山 给中华汉德女性修养学堂 讲一堂课 我一瞧吧 真是 都是女人啊 这些女人 可认识的都是女人 都是强女人 都是企业家 可是都是单身的 为什么要单身 太强了 男人随不上的路法啊 男人没那能力啊 跟不上的脚步 你们想男人没用 一脚步 一脚步踹旁边去 我哥哥多轻松 错了 阴阳不上河了 阴阳不上河啊 说道现在落哪儿 道落到家了 道落到家 落到谁了 落到南宇 什么 家庭就是一副道 说我们道在家就能 一代家就能修作 现代这个时代 就到处在我们家 道是什么 黄凤仪先生 讲道是两口子 为什么说要叫道是两口子 是一男一女 也就是一千一鲲 一千一鲲 就是一阴一阳 阴阳和了 五谷风筝 天地和了就是五谷风筝 万物收成 男女和了 子孝孙贤 家庭和了 说天要不情 地要不宁 那你就灾了 不是汗就是烙了 说男女呢 要不和了呢 男女不和 相对孩子身体总不好 我们想一想 我们回头看一看 看一看我们周围的人 女人住什么 女人住水 水住游河 那女人要住火呢 女人要住火星呢 到火味上去呢 女坏 那就要磕哪些 现在的男人呢 男人可能也是 走到这个地步上了 男人扛磕 扛磕的 那谁要赵美山讲的一话 一点不说错呀 赵美山讲什么 男人有钱要学坏 那为啥要学坏呢 坏到哪呢 我不是给男人争理啊 当那些女同事啊 你们不要调理 是吧 那女爷不搭的那男女 她男女坏 她也是干丑的 她坏在哪去的呢 是吧 女爷一小坏要有钱 一点没说错呀 都把钱看中了 没把人看中 也有一个整个道德观念 你表面美不算美 我们的心灵美 心灵美什么 我们的思想动弹美 有一个善德的心灵 有一个忠诚的思维 才能达到我们严格完美 因为我在 我这也是哪都走啊 我在杭州 那个大 那个鬼 不知道啊 就那个在那个 重庆啊 大都市地 那个公园啊 我去走的时候 我就看到 我看到一个什么呢 当时我感觉很好笑 两个小女孩 还有两个小男孩 那小女孩说 我走累了咋整呢 那男孩说 那累了咋整呢 那休息了 他说不 那不休息了咋整 你不累了吗 他就背着我 当时我在旁边听着 我说挺着笑啊 他说你笑啥呀 在旁边的人说 我说现在啊 真是啊 天翻地覆啦 后来我一细想 这个不奇怪 为什么说 毛泽东语路有这么句话 天翻地覆 看而看 现在该是啊 这个女孩说了不算 我就要一会 我们不跟你说 我就会 我们想一想 真要离婚的 对你的子女 有多大的伤害 孩子 走向社会 没有教育 没有知识 没有礼貌 现在有一个独行学校 就有一个小孩了 她的妈妈把孩子送去 送去妈妈 从那送去那天以后 再也没见到她妈妈 孩子哭啊 找她妈妈 是天下父母 有几个不耐儿女 她就不耐耐儿女 送去以后 总没去见孩子 就在那个电视里啊 不过那时候 刺疼妈妈也没去见个孩子 不要了 自为自己 求欢乐 不管后一代 儿女如何如何 那你说这是什么 我们是赢了 我们都有良心了 良心良心 良心是良知 事事你都会做 叫良能 圣经讲了 有一样事情你不会做 你都是愧的 有一样活性你不会做 你都是愧的 所以我见证了 有很多也很多的 结婚以后 回到婆婆那儿也是如此 怎么办 进屋就清整吃饭 吃完了 把嘴妈上 脾气素素 可伪生的 走了 到妈妈那儿还是如此 我们想一想 你不孝亲 想要望日成龙 子怎么能孝 怎么能听你话 现在有很多人都问我 我这孩子咋不听话呢 他咋不好好练习呢 那我就得回答他了 你别问孩子 你先问问你自己 你自己如何做 回光返照 很好地回一回忆 自己 问问问我们自己 是吧 我们自己是打桌子 是吧 我们自己是打桌子 是吧 因为我们严嘛 是从哪儿来的 是吧 从哪儿来的 是吧 从哪儿来的 是吧 是吧 回到哪里去吧 是吧 从天堂来就回天堂 从佛国来就回佛国 我们都是佛国来的 我们都是回佛国去 我们每一个家庭能不能建立几个佛国的家庭 能不能建立几个 说天堂的家庭 那你要不会建立这两样 那你就是酷海家庭 你就是地狱家庭 说有天堂的夫妻嘛 有佛国的夫妻 也有酷海的夫妻 也有地狱的夫妻 看看我们自己找的处理 说愿天堂愿地狱 你自己思量 我看今天两个上午就讲到这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发行 嗯 比赛季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